肺者,气质本,人的生存,是要对时刻不停的呼吸,以维持生命活动,可是日常生活中,肺炎有自己最怕的敌人,受当其冲的就是吸烟。 吸烟,对于肺部损害十分严重,是导致肺癌高发的原因之一,肺有过滤的作用,可以帮我们过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,也正因此,吸烟的人们,肺部非常容易一击毒变脏。 虽然吸烟危害肺部健康,但是,奈何众多烟民都无法成功截烟,那么,烟民如何才能知道,自己的肺部还是否健康呢? 表现一,情绪抑郁,多愁煞感,肺脏不但指引呼吸,更直接运行人体血液,一个人情绪总是抑郁,经常处于多愁散感当中,就是因为肺功能的气体运行不畅通, 从而让血液循环变缓慢,引起了胸腔的沉默感所致。 表现二,皮肤呈秀色,灰汗,中医认为,被管理全身的皮肤,皮肤是否乱泽,白洗,都要依靠肺的功能良好,被脏无毒的情况下。 你的皮肤应该白洗而弱泽,这是因为肺的良好换气功能让你肌肤通透。 当肺中毒素比较多时,透气的过程不舒畅,毒素会随着肺的作用沉积到皮肤上,使肤色看起来没有光泽,会暗,明显带有浮层般的秀色。 表现三,经常便秘,中医认为,肺脏和打肠是一套系统,两者的作用互相促进,当上面肺脏有毒素时,下面肠道内也会有不正常日积,就出现了便秘。 方法一,茶饮排毒,四至温费排毒茶,每天一杯,水是浇油的克星,所以日常都喝水,有利于排盐毒。 喝水的时候加点植物茶饮,排毒效果更佳,蒲公英具有天然抗生丝的美称,能够消除口腔炎针,有黄浮杀菌的效果,是八大金刚之一。 结梗具有宣肺、驱痰、立烟、排龙等功能,主治咳嗽痰多、咽喉肿痛等症状。 文草同学说,结梗之用,为其上入肺经,肺为主气脂脏,固能使诸气下降,是索尼胃上升之际不能下行。 是其用意,对结根可知炎肝舌臊,对肺因虚所致的肝壳上痰,炎肝舌臊,对肺结和咳嗽等,都有一定的作用。 并且可以生筋止渴,提高免疫力,预兰根可清热解度,并要消肿,增强免疫力,还可以护肝排毒,改善血液循环。 此次这搭配,对润肺立烟,生筋止渴,醋肺排毒,非常适合吸烟者作为代茶饮饮用。 方法二,水果排毒,两种水果,助肺排毒,柠檬,多吃柠檬是可以润肺的,它含有丰富的有机酸,柠檬酸极高度碱性,柠檬的高度碱性,能止咳化痰,生筋戒皮,可有效的帮助胃部排毒。 柠檬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营养成分,是肺,为了热者最适宜的净热水果,柠子,柠子腥味肝寒,能弱肺清肠,可以促进气管鲜毛运动。 排弹平常,能辅助肢气管疾病,吃柠子,可以改善呼吸系统和肺部功能。 滋润肺液,清除肺部垃圾毒素,但需要注意的是,每天吃二到三块即可,不遵容易引起胃寒。 方法三,食疗排毒,白色入肺,从中医五色论来看,白色入肺,对滋养肺部有益。 百合,百合肝,寒,龟心,肺精,具有养应润肺,清新安神的功效,百合含有的维生素C及维生素E等其他维生素,可以促进肌肤的新肠代谢,使肌肤变好,百合还能自应润肺,对应虚造科也非常有效。 银耳,银耳是真菌类植物之一,素有菌种之冠之美称,同时也属白色食物,中医认为银耳性温润,性平,内感,不仅可辞银补气,同时还可辅正故本,又具精诚之功效。 银耳具有论肺,意味,补气,和谐,强心,壮身,不闹,急神,美容,嫩肤,延年易受之功效。 方法四,扣肺于学,健肺抬拓,扣肺于学,每晚临睡前端坐以上,两膝自然分开,双手放在大腿上,头正目臂,全身放松,一手丹田,吸气于胸中,两手握成空心拳, 亲口背部飞于学,位置在背后第三胸椎即凸下,左右旁开二指宽出数十下,同时抬手用掌从两侧背部留下至圣青拍,持续于十分钟。 这种方法可以输成胸中之气,有健肺养背之功效,并有助于体内弹着的排除,其合通脊背经脉,预防感冒。 经常吸烟的人,如果没有以上几种症状,说明你的肺部激毒还不太深,如果戒不了烟,在生活中就应该注重保养身体,以免身体毒素过多,影响健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